幫我們串聯 首先看到今天我們的吳主任看一下 無論是學經歷這個部分 都會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的 那待會大家可以聽聽他怎麼講 而他的這樣的文宣是誰做的 是英國的蔡麗娜師姐寫的文字 而我們的美編是台北的陳建林師兄 所以我們美編文編棒棒接力 那同時間呢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他很棒的歌啊 所以一定要回去跟商人分享 讓更多人聽到 幫助有聽力障礙的孩子 裝設電子耳 台中慈激醫院耳鼻活科 在保留患者參與聽力方面 全球排名也是數一數二 那我們的成功率是全世界最好的 因為我們很不喜歡孩子 出生聽不到聲音 一歲後聽到聲音 結果四十歲的時候 他又聽不到聲音 就是一點一滴的做改進 手術後其實你是看不到這個傷口的 另外就是說我們盡可能保留耳瓜的阻止 跟殘餘的體力 宏斌啊他是全國最年輕的耳鼻歐科教授 這是非常不容易啊 在我們自己體系成長哦 然後發展人工電子耳在許教授的帶領之下 獨樹一格成為全台灣的標竿 這個地方呢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你看看剛才檢院長怎麼說的 大家有沒有聽到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一則哦 哇你看看 我們台中慈悅呢 也來舉辦這樣的金像獎 為什麼是金像獎 我們看一下 泡著俏皮舞蹈 大家好 我是鄭柏千 五歲的弟弟柏千 則是開心自我介紹 這對兄弟黨是先天聽障的孩子 人工電子耳改變他們的人生 我覺得他們可以聽到 以往沒有聽到很細微的聲音 對 然後帶了電子耳 就是可以突破這些困境 你看看 兄弟這樣子 媽媽爸爸好開心哦 然後你看看 激進的世界 多參與這個有聲的世界 當然也很高興就是說 你們在這個這段路程上 我們能陪伴他們一回 武功教室裡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不是只有在醫院耶 而是把他們揪在一起 然後出去家外這樣走走 然後透過實體這樣 把大家互相的互動 你看有多麼開心哦 那同時間呢 我們因為今天來了吳主任 所以大家可以去知道 是只有小朋友這個部分嗎 你看這一個六十幾歲的 聽力汙燃就下降了 那原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也來科普一下 所以在這邊我們非常感恩 就是我們大一電視台 其實給我們非常多的 其他像是耳眼管功能不佳 過度掏耳朵也要擔心 還有一種是壓力突然改變造成 有些病人常是因為譬如說他潛水 跳水然後因為壓力的變化或被人打 他也知道耳膜破裂 中耳腔基本上是一個無菌的地方 當你耳膜有穿孔的時候 細菌就是從外面空氣裡面飛進去嘛 那所以其實常常在耳朵發炎耳露的地方 當耳朵流出不明的濃水 聽力持續減退 有可能是耳膜破損穿孔的警訊 有時候中耳炎太厲害會引起腦膜炎 那其實是有致死的可能 別輕忽中耳炎沒有好好處理 可能出現嚴重的併發症 入侵大腦 《大愛新聞》 郭基宗 台中報導 非常棒的一則新聞對不對 我們也傳到群組 讓您補看呢 還有沒看到的一個地方 所以什麼時候最適合要去檢查 不曉得我們工作是什麼工作 你如果是這樣子一直長期噪音的時候 其實耳朵的損壞是更大更大的 可是在什麼時候呢 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檢查 平常的話 我們來聽聽看 聽力都降低的都有 另外像是在工地工作 或處在鞭炮聲環境 大型活動場合的音響噪音之下 都有必要做好聽力防護 事實上我們一個良好防護的耳罩或耳塞 它可以隔絕40到60分貝的聲音 這樣其實相當大的音量 所以這絕對對防護聲音 防護臂噪音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聽力有問題 對生活影響大 為求早期發現 醫師建議每年做一次聽力檢查 它有一些早期性的聽力損失你感受不到 那另外有一些病人 他會覺得耳鳴 或是講話聲音聽起來覺得怪怪的 我認為都是一個滿合適來做檢查的事情 好我們去了解我們要什麼時間去關心我們的耳朵 我們今天的哇連台中辭院的院長 檢守性院長都非常說是最年輕的一個教授 所以呢教授在這邊非常的年輕 剛才呢我就跟我們團隊講說 因為現在疫情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兩個之中一定只能有一個人要沒有戴口罩 我現在沒有戴口罩 待會我出來就會戴口罩來配合你 所以在這個當下你們有沒有覺得 哇好有魅力喔 而且其實耳朵這個部分說真的 我們比較都沒有去關注 好就覺得還可以聽到 可是呢這部分的一個專業 而且剛才說200例 我看了一下資料 那個新聞是2020年 現在是2022年了 一定是更多 十年的當中有200例這樣子去救助 而且我們現在就院長來講 也是全球數一數二非常獨特 所以我們熱烈掌聲歡迎我們的 吳主任吳宏斌主任感恩 感恩好台中辭院芬芳心靈 好我把您的簡報喔 是 那您可以把口罩拿掉了 謝謝 再次熱烈掌聲 我們三公分的試煉 吳宏斌主任 感恩師姐 感恩全球的大愛慈濟人 那我是吳宏斌 今天來第一件事情是學習 學習到就是什麼 這個 不是因為 很厲害 很厲害才開始 是因為開始才很厲害 我覺得今天也蠻適用的 那我是台中辭院吳宏斌醫師 那我講的今天題目是 我自己訂的叫三公分的試煉 那為什麼叫三公分的試煉 其實很特別 我們人類其實從出生的時候就有很多器官 我們有心臟有大腦有皮膚有肺臟 什麼都有 可是我們一出生的時候會一直長大的 一出生就長大的 成熟的就只有耳瓜而已 那耳瓜他一出生的時候他就三公分長 他不會說因為你變成二十歲的時候耳瓜變六公分 不會他一出生的時候就三公分 那這是人體裡面 器官裡面非常少見就是說 一出生就長這麼大的 那為什麼是試煉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醫生宣判說他聽不到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奢望說可以聽到他講話 是覺得說可以讓他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你一邊耳朵聽跟兩邊耳朵聽一定是不一樣的 最主要是他那個機器真的是已經舊了 他也幫助我很多 所以現在才有這樣的我 簡直是做夢一樣耶 言語沒辦法形容那種感動 他如果沒有開電子了 他可能就不能開口講話 你沒有辦法聽到他的聲音 好 其實 謝謝 其實這媽媽沒有說的是 這個孩子叫師姐 跟我們的師姐其實音很像 他是我們辭院第一個開電子了的孩子 那當時為了開這個孩子的時候 我其實那時候非常年輕 才剛從台大畢業而已 那我不會開這個電子了 媽媽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也慈濟基金會 還有那時候執行長 林俊農院長在大臨辭院的時候 送我去澳洲學習電子了 那時候台灣才剛起步而已 那我花了半年多學回來之後 也安排了非常多的行程跟學習努力 幫這個孩子開 那天我記得從7點半進去到下午7點半 開了12個小時其實沒有成功 這是我第一例沒成功 也是我這輩子唯一例沒有成功的個案 那其實當時是非常的沮喪 因為我一出去的時候 媽媽其實倒在師姐的懷裡 我其實非常難受 所以才覺得說 我是不是還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好的 所以才說這是個對我來說是個失戀 就是這麼多年來下來 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去做什麼樣的努力跟付出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是怎麼聽到這個聲音的 那耳朵其實它有三個部分 有外耳 中耳 內耳 三個構造 我們外耳 每個人都有外耳 它45度往前吸收聲波 它其實很像喇叭的形狀一樣 讓聲音聚焦傳到我們的外聽道 就是外耳道 然後推動我們的骨膜 骨膜裡面後面有三個小聽骨 分別是垂骨 沾骨 瞪骨 將聲音放大傳到我們的內耳裡面去 那內耳裡面有毛細胞 一般有三千個內毛細胞 加上九千到一萬兩千個外毛細胞 將這個神經的訊號 傳到我們的聽神經裡面去 那聽神經會把這個聲音訊號傳到腦幹 再傳到我們的大腦聽覺中書 所以整套流程下來呢 我們才能真正聽到聲音 所以其實它是個非常精密的構造 也需要非常多的注意跟關心 那電子耳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電子耳它其實 它就讓籠子從聽不到便聽得到 所以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 它其實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有這個發明了 可是真正到商業化的話 在1992年才開始 那台灣到1996年才開始開電子耳 那我們是採用慈院的 應該慈濟醫院 我們是從2004年才開始進入這個領域 所以這其實都在草創階段 到現在當然是非常成熟 我想很多人如果聽 很多人如果知道他聽不到就知道裝電子耳 這已經是台灣人大部分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經過去就有許多人的努力 它其實它有分兩個部分 體外部跟體內部 體外部接收聲音 將聲音進化傳到體內部 體內部就像圖上所述 它有個電擊放到耳瓜裡面去 它直接刺激我們的聽神經 產生聽覺 所以它除了叫電子耳之外 其實也叫人工耳瓜 因為它是把耳瓜換成人工性的 所以它不需要經過外耳或中耳的收集聲音 它直接電刺激我們的內耳就可以聽到 所以電子的原理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從第一例沒成功到現在我們得到國家品質 不要這樣認證 之間我們做了哪些的努力 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說 我們在台中慈願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能幫助這些孩子讓他們聽得更到 其中最不可缺少就是各位使用師的力量 這個剛剛影片我們看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過 那我們師姐就是剛剛我們那個孩子 他其實就是93年 2004年我們開了第一例 第一例第一次沒有成功 所以我們三個月後再開第二次 開第二次之後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99年就成立了聽語中心 然後也是商人跟副總 還有執行長還有院長的支持之下 我們也導入標榮化的流程 然後陸續獲得一連串國家品質標章的認證 那開始之前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第一次沒有成功 那我們要做什麼改善 第一個當然是自己能力的改善 自己學了半天 學會了還是沒有做好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除了開電子之外 我們還要做什麼努力 第一件事我們當然上一場 我們要以病人為中心 所以我先找各個團隊進來 就是說如果針對這樣的孩子 或這樣的大人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是有耳科醫師 有社工師 有心理師 語言治療師 聽醫師 身心醫科醫師 還有復健科醫師 大家一起來看看說 我們這件事情我們實際上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後來我就定了一個標準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就四件事要把它做好 第一個就是全程標準化 就是從一開始的所有事情 我們都盡量把它標準化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個後基因體時代 而且我們的孩子有七成是孩子 他一出生都聽不到 那很多很有可能 它就是前天性基因的問題 那我們要如何去早期診斷這些基因的問題 去幫助這些孩子 第三個就是說 每個孩子都是個獨特的構造 我們每個標準化 這有可能嗎 其實還不完全是 我們還要量身定做 根據不同的孩子 不同的狀況 要制定不同的治療方式 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何在這個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 把整件事情放在我們的實證醫學裡面 改善我們的流程 才能做得更好這樣子 好 那我們數前標準化流程 它從門診諮詢 聽力評估 以向學 社會資源獲取 基因檢測 語言發展 我們一件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然後我們手術呢 我們傷口把它弄得最小 多小呢 2.5公分 而且它耳朵後面 為什麼2.5公分是全世界最小 因為一個植物體 它的寬度就是3公分 那我們皮膚有一個彈性 我們勉強把它撐開來 可以把植物體塞進去 所以這是全世界最小的傷口 然後這是過去開刀 都要一二十公分 這個十幾年前都是這樣開的 所以我們最早開始做這種 微創手術的時候 就把傷口拉到最小 所以手術後其實基本上看不到 你一歲的孩子 你開個十幾公分的傷口 父母已經生了一個聽不到的孩子了 那開個十幾公分的傷口 在頭上挖個大洞 其實父母都會心疼到死 所以為了減少父母的擔心 還有阿公阿嬤的擔心 所以我們把傷口拉到最小 那植物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植物的過程速度要夠慢 然後避免骨沉或骨血的帶入 這樣子的話耳光裡面 才不會有髒東西跑進去 因為這東西要用一輩子的 可是你知道電子產品 當然沒有人用一輩子的 這是電子熱 我們的電腦 應該是保固兩年到三年吧 電子熱比較好一點 保固十年 可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 他可能二十歲 三十歲 要換新的電子熱怎麼辦 如果說裡面的東西 手術過程中太粗魯的話 以後電子可能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怎麼辦 就壞掉了 壞掉就聽不到了 所以我們還要為下一代的醫師考慮 跟他為你來說說 他四十歲 五十歲 要需要裝新電子熱的時候 要考慮這個事情 所以一個電子熱手術 不是說只是讓他聽得到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要考慮清楚 而且最好一次就成功 為什麼一次就成功 因為反覆地放的時候 耳光裡面的構造 細胞都非常小 如果破壞太厲害的話 裡面引起發炎反應 未來有可能就拿不出來 那我們也標準化書中監測 我們顏面神經監測 神經定位監測 影像檢查 全程錄影 那我們的成果是什麼 我們成功率到現在為止 除了那第一例以外 我們是百分之百的 而且我們的皮辦感染魚各方面 我們都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那我們開完刀之後呢 要開機嘛 我們過去是多久開機 一個月後才開機 你看孩子一出生一歲 幫他裝電子熱 父母一定很焦急 因為等了一年才能讓孩子聽到 他們希望什麼 第二天就聽到聲音嘛 開完刀第二天麻醉要退的 就聽到聲音 那過去的話 我們那時候是要求四個禮拜後才能開機 所以父母要等四個禮拜後 才知道電子熱沒有效 其實非常心急 也非常焦慮 我們那時候就做了一天開機 而且把我們的成果發表在期間上面 讓孩子跟父母 更早的得到這個科技的便利 所以我們導入標準化流程之後呢 我們整個大幅的改善我們的很多事情 包括天日完治率 手術完治率 整個都大幅提高到接近百分之百 門子九十六 好 那剛剛有看到師姐幫我們介紹我們金像的交流 因為我們要鼓勵 不是只有身體的照顧 還有心靈層面的照顧 而且要鼓勵這個孩子 因為孩子其實很退縮 因為他聽不到聲音 跟同學之間其實常常被霸凌 所以我們要鼓勵孩子 其實最重要不是我跟他孩子說 你不用害怕 其實最重要的是旁邊的孩子跟他說 旁邊的父母鼓勵他 所以一個陪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也是我們覺得說我們不是光電子 我們實際不是一個開刀的地方 是一個身心靈照顧的地方 那剛剛說到TWAT2合作 這已經是一個團隊性的合作 一個五紅病沒有什麼用 其實需要大的努力才能幫忙 那透露基因這個領域也是這個因緣 就是說因為我們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剛剛說到70%的孩子 我們手術病人有70%是孩子 所以他多半都是有聽力基因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開始研究基因方面說 怎麼樣的基因是開刀上是比較有效的 那怎麼樣基因開刀上是效果是不好的 我們可能要尋求其他的幫助 那我們也要確定他的位子 然後另外就是家族遺傳的資訊 因為父母常常擔心說生了老大之後 他聽力是這樣 那老二怎麼辦 老三怎麼辦 其實這方面的問題 會不會是媽媽帶來的還是爸爸給的 這個其實都是問題 所以這個需要我們醫生 而且需要用科學的證據告訴他說 其實你應該要怎麼做 或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我們最近100例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可以找到聽損的基因 聽損的基因裡面其實可以看到 這整個分布圖 各式各樣的基因的問題 所以這個後基因的時代的話 不是只有開刀而已 我們要了解到我們身體上是怎麼樣來的 其實基因也是我們的父母輩傳給我們的 其實都是很珍貴的資訊 那剛剛說到我們全程標準化之後呢 事情就會成功了嗎 其實常常不是 因為常常有各式各樣的變化求出來 那我們最近的281例 我們統計下來可以看到說 真正正常耳瓜只佔了五分之三 還有五分之二呢 是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有癌症的病人 有基因聽損的問題 有基因細小的問題 耳瓜畸形的問題 所以等等的 其實每個病人 他其實都是一個很獨立的個體 所以發現需要說我們每個病人 不是只有全程標準就可以OK了 我們還有量身定做他的手術 量身定做主要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個 孩子 孩子跟大人當然不一樣 孩子一出生就聽不到 他的手術方式跟後續的治療計畫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不是從會講話聽不到 然後再會講話 不是 他是一出生就不會講話就聽不到 所以他讓他聽得到之後 還要教他怎麼講話 教他怎麼用電子 還要教他不要把這東西丟在地上 為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要一百萬 留在地上 上人會心痛 爸媽也心痛 我也心痛 第二個 成年人 成年人不一樣 成年人的話 他其實是他有負有社會責任 因為他有太太 他有孩子要養 有父母要侍奉 所以他聽不到聲音 他原來的工作可能沒辦法做 所以他說做什麼事情 他要進入這個社會 要回歸到這個社會上 要做哪些努力 另外他常常成年人還有很多病 因為我們的習性太多了 我們可能愛吃糖 愛吃胖 然後容易有糖尿病 心臟病的 這些手術方式跟孩子又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要去做的 另外一些特殊個案 就是很特別一些 罕見疾病的孩子的手術 我們也要為了他量身訂造這個手術計劃 其實第一個師姐並不是特別難的case 後面的case才是特別難的 但是我覺得我第一次 我整個團隊沒有做好 很貌人的去做這個事情 雖然我自認為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很多東西 我們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這個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是一個罕見疾病的孩子 他有心臟病 然後他的視網膜也有問題 然後這可以播放嗎 OK 好 那我們也為了他 我們自己製作了一套手術 這是後來我們也在學會上發表 就是說看看這個孩子 因為他這個轉轉的都非常多的醫院 從南部轉上 從雲林轉上來的 從雲林醫院轉到慈濟 然後又轉到台中慈濟 然後為了他 我們其實也制定了非常多的手術計劃 其實類似的個案 我們其實做的相當多 那我只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到台中慈苑聽語中心的孩子 我們都能盡我們所能 得到一個最好的治療 好 那這個有點複雜 不過我想簡單說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很努力的 幫每個孩子做到最好 那為什麼來台中慈苑 其實經過十幾年的發展 人工電子兒其實全台灣 已經有相當多醫師們開了 雖然不超過十位 不過我們為什麼要做的比比較好 我覺得我們有幾件事做的比比較好 第一個我們把所有的流程標準化 所以每個人來這邊他很知道 我今天來一次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做哪些檢查 會得到哪些服務 我們會得到哪些預期的成果 第二個我們的論文數量 不是說比論文數量贏就是贏 因為就是說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把每件事情都拆得非常多的細 細化 就是要流程化 每件事都把它做好就可以 第三個是殘餘聽力 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就是說 孩子一出生聽不到 一歲裝的電子兒聽到聲音的 可是可能二十年後 因為電子兒壞掉 因為是電子產品又壞的時候 再裝的時候它可能會出現問題 所以殘餘聽力的保留 不是保留殘餘聽力保留殘餘構造 所以保留耳瓜內部的構造 讓它有機會再次第二次的電子兒 第三次的電子兒 最後一項是一日開機 剛剛說到我們是希望孩子在開完刀之後 第二天就可以聽到聲音 減少孩子跟父母的焦慮 而且及早享受到科技的便利 這個是殘餘聽力 這個是TAS的殘餘聽力 就是它聽力裡面已經蠻重 手術最重要的目標是讓它聽到聲音 就整個拉上來聽到聲音 其實手術有一個次要目標 就剛剛說到了 把這個殘餘聽力把它保護好 讓它不要掉下來 那我們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做了非常多努力 從最開始的切口而選擇 電子兒它跟一般的手術不一樣 它是一個非常緊密的手術 一切東西都在顯微鏡下做 可以看到這個是圓窗 圓窗就是耳瓜的開口 它直徑只有0.1公分而已 然後它旁邊有個開口叫耳瓜罩口 它直徑也是0.1公分 兩個中間的距離也是0.01公分 所以我們的手術是在1%公分裡面下進行 所以這很傷眼力在做這個事情 那切口選擇 我們想說第一個是切口選擇 是不是會影響到體力 我們也做了一個研究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1%公分的研究 第二個呢 切口大小的研究 就是那個開口 我們要放電極的時候 那個大小要放多小 我們一開始是放那個0.01公分 0.01到0.03公分的開口 後來想一想說 這樣放下去的時候 它內淋巴跑不出來 壓力提度會太大 好像對殘餘聽力的保護不太好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圓窗打開 我們開了0.1公分的開口 發現這樣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們在研究這個 又研究一個0.01公分跟0.1公分之間的差距 那差不多看起來是0.1公分的比較好 那它有71.4%的殘餘聽力完全保留率 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71.4有多了不起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類固醇的使用 類固醇是一個很好的藥物 用的對是好藥 用不好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俗稱美國鮮丹 那它是很好的抗發炎藥物 可是它會造成非常多的後遺症跟併發症 那如何降低這個減少 所以我們把那個電極塗類固醇 直接放進去 因為早期是靜脈注射類固醇 所以我們也改善這個流程說 減少這個孩子一歲打一堆類固醇 對孩子也不好 所以我們就盡量減少這些 一些不好的藥物的使用 那我們的保留率是這樣子 我們是全世界最好 這三年的報告 我們是用同一個標準再看 不管是美國 歐洲 波蘭 日本 我們其實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一月開機呢 剛剛說除了監力父母焦慮之外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好處 就是說它可以早一個月聽到聲音 所以它早一個月復健 對孩子未來的聽力發展還是有比較好 我想剛剛師兄開了很好的車載我來 我想沒有人開車說等一個月後才能用吧 應該是拿到車第一時間就想開出去晃一晃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整個看起來就是說我們整件事情 就是從早期的開機 術後的追蹤跟病友的交流 我們有金像獎 就是鼓勵這些孩子們 其實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全心地投入 全心地付出 那這個是手術的過程 給各位簡單看一下 就是傷口 這是2.5公分的傷口 然後開刀之後 我們耳朵後面有一個很特別的骨頭 這叫乳突骨 大家可以摸摸看 這叫涅骨 這是人類身上最硬的骨頭 雖然我不是骨科 我是耳科醫師 但是我處理的骨頭是全身上最硬的 所以它保護的東西也是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耳朵跟我們的腦部 所以我們在最硬的骨頭裡面找個小洞 那個洞打開之後 你要去找出這個顏面神經 就是神經的地方 找出那個0.1公分的開口 所以怎麼找 這其實真的是很不容易 有人說米開朗基羅怎麼雕出那些很優美的雕像 其實我覺得我做的事情跟它差不多 但是我可能沒有米開朗基羅做得這麼好 但是我就是把這個0.1公分的洞 在這個骨頭裡面把它找出來 然後很順利的把我們的電子放進去 放進去的過程速度要非常慢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毛細胞 我們必須保留它的構造 所以手術完之後 傷口就是像各位看到這樣2公分 所以就是把整件事情 我是覺得就是一點一滴的把它做到最好 才能達到現在的成果 那我們去年的病患滿意度 大致上都90%到90%幾 所以我們就繼續持續努力 這是我們錄文的篇數 然後這個是整體看來 從我們手術前的評估跟手術中的治療 包括切口的選擇 傷口大小 然後降低類固醇的使用 然後量身訂做每個人的手術 手術後一日開機跟術後的追蹤 其實在在都是團隊的努力 那我也很高興說我們這樣的團隊 所以我們在去年我們的電子的手術量 已經拉到全國最好了 謝謝 那其實也非常感恩慈濟 其實商人跟副總還有執行長、院長 還有各位使用師也有個非常大的後盾 因為慈濟從這幾年開始 我們開始補助我們的電子 其實我們政府已經開始補助電子 可是它限於18歲以下 而且補助一兒 那我們慈濟呢 其實不只能是成年人或是小孩子 我們會補助第二兒 所以因為耳朵是一對嘛 好的聲音要聽兩邊要聽全 如果只聽一邊的話 可能會漏了一些聲音 所以商人的支持跟鼓勵一下 我們這孩子跟成年人 我們都會再補助一隻電子人 可以讓他盡可能只有兩邊聽到聲音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非常感恩慈濟 跟各位使用師姐的護持 那另外一個就是教育面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剛剛說到 孩子可能20年後30年後需要裝電子 我非常感恩我的老師 這個許全生教授 現在是台中慈院的副院長 那台大的時候他教我開這個電子 那他把這個傳承給我 我也期待說我把這個技術 再傳承給到我的下一代裡面去 那我們現在開始栽培我們下一代的醫師 那目前也有許多國外的醫師 包括印尼的醫師 菲律賓的醫師 都有來台中慈院做這個電子的學習 那我們也去 在疫情前我們也去各地去交流 也去示範手術 包括蘇州 甚至我們到外蒙古 然後到烏蘭巴托 印尼 雅加達等等 等地我們都去做示範教學跟巡迴演講 大家有機會拿手機幫我們拍個粉絲頁 給我們個護尺 這個是幫我們多按個讚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在上面分享 也需要說大家的幫忙 那電子的中心十歲 那這個食人牙稅還是拾起一些保稅 其實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是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是希望這孩子能夠聽見這個世界 第二個呢 我們希望孩子能大聲地說出他們的希望 最後呢我希望各位師兄師也跟我們一起陪幫這些孩子成長 你這樣感恩分享 謝謝 真的 我的麥克風可能聲音比較大了 它需要調了 對不起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只是因為我戴了口罩上去那個距離不一樣 它在講的每一個當下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變得非常的專注 這原因是怎麼樣 太有魅力了 是不是 因為它講的一個非常專業 我們很少去碰觸的 但是就是微微道來 緩緩地講 你剛才在講的時候 我們的口語團隊 今天有五種語言在口語 他應該很開心 因為他有提供的是文字稿 而且他講話慢慢 他們每一次遇到最大的頭疼就是我 我講話速度太快 他就這樣緩緩講 而且我突然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講話的聲音就是輕柔 是因為你一直在做這個部分 所以你知道聲音不可以太大 太吵像我這樣子 不太好 所以講話就慢慢的緩緩的 是這樣子嗎 請回答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 不是 其實講試煉 我今天最大的試煉 是叫我小朋友起創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小時候我曾經在演講比賽 那時候是一分鐘演講比賽 就是三分鐘準備 一分鐘要演講 所以講話速度要非常快 一分鐘要120到150隻 可是後來長大之後就被糾正 然後檢院長也糾正過 商人也糾正過 所以現在開始講話 越講越慢 越講越慢 還好我有問 原來是有過程的 所以呢就是我們小時候 參加演講比賽的時候呢 就常常速度會不小心是快的 我就是屬於沒有人指導的孩子 所以就變現在還是在快的當中 那其實呢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一個人講話速度慢的 其實是比較有說服力 所以您極具說服力在剛才 其實剛剛他去提到那個 一個耳朵兩個耳朵 這樣的一個補助的問題 他第一個時間點 你提到那個100萬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跟我一樣說 哇原來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個裝下去是兩耳100萬 一耳100萬 一耳100萬 所以大家您看看 所以慈濟要做的事還真很多耶 您是今天 好我雲端的人我不知道 請你用言語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吳主任已經談完了 所以趕快把你的迴響寫給我 幫我主場這部分 那主場這部分我們作為測試 你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一個話題 知道這個電子耳 一個是100萬 兩個一對是200萬的請舉手 好手不要放喔 第二個 你今天才知道原來上人是這麼慈悲 然後給予這麼大執行棒 我剛剛副總 給予這樣的support支持的人請揮揮手 對 我在慈濟30年耶 第一次聽說 阿清師姐 40年的你 你第一次聽說 是 所以我們真的好感恩喔 就是就資料裡面 其實他今天沒有細說 我們完全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他技術高超 然後從資料裡面是百分之百 但是有遺憾的就是第一例 然後一直一直到現在 你好專注看我我會很害羞 你可以看大家嗎 所以在這個當下裡面 我覺得真的是 就在這娓娓到來的一個當下裡面 我們真的長知識了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喔 就是我們各大醫院的院長 還有包括慈大的校長 就是把這樣子非常優秀的醫王 介紹到高雄線上讀 所以透過直播平台讓各國的家人可以去認識 原來在慈濟在醫療這個部分 我們是做這麼多 但是也要這麼優秀的人才願意 並且剛才你有沒有發現他 一直非常的謙虛 他一直在講一件事 就是團隊 團隊 團隊 所以心中總是有團隊 我們石金師姐就電子耳的發明給很多人需要的受惠 然後我們的Victor他就說 吳弘彬醫師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真是大菩薩 如果您覺得是也給掌聲來祝福 柯明寧 柯明寧師兄我不曉得您在哪裡 你說感恩吳弘彬醫師 那同時間呢我們的泰國的警署說 感恩弘彬主任妙手回春三公分的思念 是耳根圓通通向人間最初的思念 是耳根千二百功德的起點 感恩大一王用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現代科技的精妙開啟生命 行入人間無限的可能無限的感恩 你看到我的手機就知道 人老的姿很大 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碧娟師姐就馬上讚嘆說 感恩大一王吳主任用菩薩心造福許許多多聽葬的病人 讓他們有機會聆聽美麗的世界 並與人交流圓滿病人及家屬最深的奇葩 你就可以知道有多麼重要 如果我們是那一位媽媽的時候 當我們的孩子得慾待望 然後隔天就能聽到聲音 有多麼感動 一日開機叫一日開機 這是誰規定的 是你自我要求嗎 沒有一開始是 其實一開始它那個產品說明是要求四周後開機 四周 對四周 那我去學的時候是說四周 不過父母都很希望說 就是開新車 應該是拿到新車第二天就馬上去開車 您過來一下 他讚嘆 他已經提你兩次了 蔡惠師兄 您 好這我們的實業家團隊 非常感恩 所以在這個當下 他不用講話 我只是讓他開 知道他有新車以後可以找他 這樣子 我在這個當下裡面 其實跟紅冰主任在互動的時候 他真的非常的仔細 我們給他的時間點是說 我們平常就會搭這班高鐵 然後他就緩緩跟我講說 我可以送完我家的孩子 然後再來嗎 所以晚一點點到 你說我會說yes還是no yes 我這麼慈悲的人 一定說yes 好 但是呢 您看看嘍 他是去送誰 送小孩上學 他也是這樣子 然後中午的時候我就說 我們幫你做 他說我趕回去跟家人一起用餐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暖男 一個好爸爸 所以呢 所以希望更多人給我們回想 就是對於看到手術照片 令人佩服的一身 五體頭地 好最後一個 加拿大 其他我們待會就不講 因為時間外 英雄出少年 良醫出辭院 你要不要自己唸一下 這個字滿大的 而且你還是演講比賽的 來 台大演講比賽的 自己誇讚自己都不好意思 這別人寫的啦 加拿大管心靈師姐寫的 英雄出少年 良醫出辭院 三公分的耳瓜 一輩子的依靠 有聲世界真美妙 因為聽得到 所以習以為常 沒有特別關注耳朵的問題 今天聽聞 文主人淺顯易懂的講解 親切溫暖的叮嚀 讓我們知道 珍惜聽力正常的可貴 無限感恩 謝謝加拿大的管心靈師姐 你寫的 寫出很多人的心聲 可是主場的 你到底有沒有在寫 他太有魅力了 所以你一直在專注他 等一下他下去以後 趕快上我們的臉書 或直播YouTube 給我們按讚轉分享 並且留言給鼓勵 最重要的是 他剛才分享的所有的年節網址 我們已經出去了 請不要下架你那個 你那個好棒 所以大家可以呢 自己下載他剛才所有的影音喔 還有包括簡報 最重要的是最後 那個QR Code 是一定要給他掃進去的 要按讚然後轉分享 讓我們全部人都知道 希望我們都是健康 但是真的很需要 這時候要記得 台中慈願的大衣王的團隊裡面 我還有一個小小問題 請問一下小孩子 這樣一裝就一輩子 不用換嗎 要 因為有可能需要換 有可能需要換 所以又是200 對 希望能降價 希望能降價 這降價就不是你談的啦 那我只是好奇說 是不是這樣一下去的話 就是一輩子 看來這中間 還是會有一些過程的 那我們一起祝福 至少 當他們能聽到外面的聲音的時候 說真的 所有人都替他們開心 因為他們得益生命中的大衣王 吳鴻斌主任 再次掌聲 謝謝 也謝謝蒼玉師兄 謝謝 感恩蒼玉師兄 他會激